接着介绍这个是跟音乐艺术有关系的 介绍这个之前呢 我们介绍尿迪 很多小朋友都玩过你 好 这个 你这样吹你知道都在哪里吗 不知道 到的米巴烧在哪里吗 尿迪你知道 尿迪你知道吗 你知道 这我吹过了 不然我就可以送你 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频率 我知道为什么 外地人有一种 因为有条例而已 对 有加速度 但是速度都快 有概念 有概念 你几年级 你几年级 二年级 哦 二年级 你看物理学 中理学不错 这个物理系的注意一下 人才 好 接着我们介绍这个时候呢 我先介绍五音不全 一下也是从成语出发 这个我介绍的科学 我希望科学活动里面要有科学跟艺术 什么叫五音 有没有听过五音 对 工商绝职语 Dore Miso La 好 那你知道 Dore Miso La 怎么来的吗 要看史记 史记 就会告诉你 Dore Miso La 怎么来的 司马迁他说 史记 他写了史记里面的 绿书第三 写到 9981 以为公 9981 以为公 什么意思 好 我们是公 三 绝 是脚 是 是真 语 语 语 来 小朋友 知不知道 9981 以为公 什么意思 9乘9等于81 就是这样子 9981 以为公 大家懂吗 司马迁实记 他写的 这本书 真的 我只看过课本 没看过这本书 但是只看过这一段 三分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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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什么意思 蛤 什么叫三分聚一 剩多少 三分聚一剩多少 对 三分之二 所以9981 乘三分之二 所以三分之二 好 81 乘三分之二 等于多少 好 先晕晕掉 二十七 五十四 五十四 好 三分聚一 以为 字 三分一一 什么叫三分一一 三分再加一 这多少 三分之四 对不对 三等分嘛 再加一等分 不是三分之四 好 所以五十四 乘以三分之四 等于多少 等于七十二 七十二 一位上 所以是八十一公分 七十二公分 六十四公分 五十四公分 四十八公分 好 这个是数学 八一七二六四五四四八 这是马先生所说的 可以吗 好 这个就是 Dore miso 啦 为什么这就是Dore miso 啦 因为 这个 必达格拉斯 必是必你 未来 五五六年级 开始学这个 必是必你 我们以为是数学 对不对 它最大的贡献是在这里 它把这个当作是一 好 然后 各位 黑板上看得出来 C是一 对不对 C是一 好 必达格拉斯 它说是一 然后呢 乘以三分之四 这三分之二 三分一一嘛 这三分之二 好 那这个 这个是G 这个是C C的音 这是国外的 然后呢 这个三分之二 乘以三分之四 等于多少 三分之二 乘以三分之四 是九分之八 所以你看一 再是九分之八 这样懂吗 这样懂吗 然后 然后呢 再重新回来 乘以三分之二 乘以三分之二 所以是二十七分之十六 然后这个地方 又乘以三分之四 六四分之八 诶 我算错了吗 八二十一分之六十四 八二十一分之六十四 诶 对吗 对啊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好 所以呢 在西洋里面 Do Re Mi So La 就是一九三分之八 一三分之二 再重三分之二 乘三分之四 这个乘三分之二 这个乘三分之四 刚好是Do Re Mi So La 这个Do Re Mi So La 为什么刚刚好是Do Re Mi So La 后来呢 我问朱老师 朱老师说 这个其实是频率 频率 这个频率呢 是261.6 赫兹 他的三分之二呢 好 诶 诶 我乘错了 他的频率比 这个频率 好像倒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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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21.6 乘以三分之二应该是错的 三分之二应该不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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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波长 这应该是波长 频率刚好是豆瓶 刚好相反 不好意思 这个是 我打错了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波长 诶等一下 诶 我数字是 频率 诶 诶对哦 频率比较高 那这个是波长 不好意思 这是波长 所以 对没错 所以你看哦 这个呢 假如是8.1公分 就是倒 量8.1公分 黑色的纸 水高 电池水高 智子 这个水高 飞 音匆 点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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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太准的诶 用调音器调一下 上面さ个机号 把鸡wegen 打水高 音匆 因為是鳥笛,這是不透明的 我黑黑的棒棒停在那個位置,看不太清楚 所以特別準備的是吸管,各位看了吸管 好,那很快啊,這個其實很簡單,不會很難 第一個呢,我們現在要把畫面切過來 第一個呢,你從這個地方兩五公分 然後用打動機 打動機 第一個步驟把健身的地方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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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不習慣 第二個呢,這個 今天點掉之後呢 接著呢,你把這個尺量在五公分的地方 做一個記號 好,接著呢 你做一個記號,五公分的地方做一個記號 接著呢,你在這個黑黑做記號的地方用打動機 你把它對折一半喔,然後放進去打動機裡面 有一點,因為縫有點小,所以有點不好打 然後呢,這個打動機有一半的地方 你上面看不清楚,可以看下面喔,看後面 然後呢,放進去打動機一定要一半的地方 一半的地方 沒有,然後呢,把它打一個洞 然後呢,把它打一個洞 然後打一個洞 好 那個啊,我打太輕了 我剪刀偷偷的作弊一下 好,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一個洞 接著呢,用裝面膠 好,雙面膠 這個雙面膠呢 你大概取五公分 五公分 從這個洞口的地方呢,往外貼 雙面膠大概五公分 那很多人會說,為什麼要五公分 對,雙面膠要黏上去對不對 從洞排的往外沿 然後之後呢,你把這個把它拔掉 雙面膠拔掉 然後給你一個小吸管 另外一個小,可彎式的吸管 怎麼樣,把它往上彎 往上抬起來 然後接著呢,把它黏在這個雙面膠上面 距離洞口零點五公分 距離洞口零點五公分 距離零點五公分 距離零點五公分 很多小朋友問我說,為什麼這要五公分 沒有啦,這五公分只是因為 這個方面叫可彎式的吸管五公分 就是這個原因而已 那可不可以短一點 可以,可以喔 你這個床度一短的話 你後面兜的零就會跑掉了 你就跟著零 那很多人會說,為什麼這要距離零點五公分 因為距離零點五公分的話呢 這個,如果氣要吹進去裡面 就這麼簡單 好,這樣子呢 你注意看,一定沒有聲音 一定沒有聲音 因為後面要把它塞起來 後面要怎麼塞 用這個 竹籤 筷子 然後呢,我有幫你們準備衛生紙 衛生紙 對,挖一個洞就好了 好 這衛生紙呢 關鍵在這裡喔 關鍵實在是太重要了 你不可以直接塞 你要先黏一帶 黏一點那個膠帶 你這個衛生紙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後面的 鳥笛的後面的那一根棒棒 好,你把它折好之後呢 用膠帶黏住 然後呢,在這邊邊的地方先塞繞 塞繞 好 那要膠帶先黏住喔 膠帶要是沒有黏的話 等一下 逐漸湊出來 整個會滑出來 好 那你現在快轉 轉 好,轉完之後呢 好,因為 我不曉得你的厚度有多少 所以你這要轉多少呢 你要去看一下 你這放進去 你這個 大概 卷三分之二左右呢 你要可以把它放在這個 吸管的另外一端 剛剛好那個放進去 稍微小一點點 所以要稍微喬一下嘛 大概 你折的稍微一半左右呢 你稍微要注意一下喔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因為我不曉得你折的厚度有多少 那我剛剛是折的比較小 那有些小朋友會折的乘數比較少 可能是折四成或八成 那會影響到你這個剩餘多少 還有你放的是你的竹籤 我不曉得是每個竹籤都一樣 有些竹籤是比較粗或比較細的 也會影響 好 這樣好了以後呢 好了以後對不對 外層再用這個膠帶再擬一次 減少它的摩擦力 好 把這整個把它外層的衛生局 全部都要把它捲起來 好 捲起來之後呢 之後放進去 這樣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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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 一定沒有聲音 為什麼沒有聲音 為什麼沒有聲音 對 一方面沒有加水 你可以加水在裡面對不對 你也可以呢 這個用空氣也可以 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空氣這樣子進不去 所以沒有聲音 怎麼讓空氣進去 來 可歪式吸管這個地方 要把它壓扁 壓扁 背成一個小縫 再壓下去 它就彈回來了 壓下去 就彈回來了 怎麼讓它不要彈回來 對 再用膠帶 各位好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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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有聽到妙笛的聲音出現 你回家又比較會記憶 假如沒有的話呢 你用數學算一算 你只要吹一個隨便 小溪空小星星隨便都可以 隨便吹 有吹多音樂的就可以 有音樂的 你壓住 有音樂的 你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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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部隊也可以 我有在找 我部隊也可以 我部隊 我要 聲音秒滴就要縮回來了 好,3,2,1 哇,好棒喔 你看我們現在在這裏寶場的大朋友小朋友看到他的水準 我們今天玩得很開心 我們是不是要謝謝我們古建國老師啊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老朋友都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謝謝 非常感謝 然後這個古老師因為你知道 常常來幫我們這個大陸寶場 所以你可能可以帶你幾點 好好好 我本來以為只要帶紫維去幫幫回不帶回去 好好好,來敬大家的手,謝謝 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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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